穿著黑色衣服的秋夕男子 走在商場裡模樣鬼鬼祟祟 接著他到掛滿外套的衣架 前面信聰聰的拿起一件 但是卻沒有視常度也沒有量大小 而是將衣服掛在左手臂上快閃離開 途中還假裝逛街一下 整個偷竊行為都被拍了下來 最正確做 事後警方調閱上百支監視器 發現36歲的嫌犯 半年來偷騙了台北新一區的百貨公司 像是星光三月跟成品都被荼毒 而且他頗具慧眼 磚透1萬到5萬元不等的高價潮牌服飾 總共12件外套被他摸走 只是嫌犯被警方傳喚後 反而不見大膽刑切的態度 凌晨3點卻深深的在派出所門口徘徊 根本不敢進去 直到兩名值班員警發現 他行機詭異 上前詢問 他才承認是壓力太大 才會偷東西紓壓 緊張得到警局前面卻不敢投案 我是說最近經濟壓力滿大的 然後收入也不是很高 然後他以靠刑切的方式 去做一個檢壓 最後即使男子將外套權術歸還 還是要依竊到罪嫌移送法辦 紓壓方式很多種 但一定不包括犯罪行為 偷東西只會讓壓力越來越大 記者周天杰 陳如群 台北報導